时间不渝,却越近了世间百态,岁月无声,却倒进了人生沧桑,康特那里又有了糟糕的事情,让他心神不宁。 昨天他去找阿祖法的时候,因为没有卡车就把男孩留在了工地上,还千叮宁万嘱咐让他不要离开,说他晚上的时候会回来的。 哪知道昨天他从阿祖法那里回来的时候,男孩子已经不见了。 他里里外外地找了一圈都没有发现他的身影,康特心急如烦也没有用,今天随便吃了一点东西以后,就打包行李准备出发找人了。 康特还给老者打了电话,他和他说昨天回来后发现男孩子不见了,他准备去大山里找他。 他拜托老者去城里找一下他。 老者知道这件事后也很着急,他也担心男孩子的人身安全,他说他马上就去城里找,有什么事情会联系他的。 康特一边走一边大声呼喊男孩子的名字,可是却没有人回应他。 他心里越发地紧张起来了。 康特现在非常的自责,他后悔昨天去阿祖法那里的时候,没有带着男孩子一起过去。 康特担心,是不是有人抢走了他。 他们这里的治安不是太好,也会有偷孩子的这种事情。 男孩子已经跟着他很久了,康特从心里已经把他当做自己的弟弟一样。 男孩就和他的亲人没什么区别。 现在他不见了,他真的是万分焦急。 康特已经开始胡思乱想起来了,他知道男孩子非常懂事听话,不会自己随意乱走的。 现在他不见了,肯定是出了什么意外。 康特被这件事情打得措手不及,他原本的计划今天还是要去阿祖法那里。 因为他的孩子和前妻属于无家可归的状态,他肯定也不放心。 他们母女三个住在帐篷里,那里也是不安全的。 康特也知道,阿祖法还要把那里收拾归整一下。 那些利器活本来应该是他去做,可是现在只能靠他自己了,他其实也有点内疚。 康特把这座山里里外外地翻了一遍,也没有找到人,真是让他非常的懊恼。 现在已经夜幕降临了,康特只能在这里生活取暖,今天他决定就在这里随意过一夜。 他在这里自言自语地责骂自己,可是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,还是明天继续找人。